You have so many chances to tell me you cannot abort yesterday You never told me until I sit down 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带着大提琴从芝加哥到迈阿密去演出 她给大提琴还买了一张票 而且事先打电话确认往返航班都能放下一架大提琴 结果返程时空乘说飞机太小 然后连人带琴把她赶下去了 机长还比了个夜 说实话中国人都已经对美国航空公司在天上的那些恶行见怪不怪了 据美国交通部统计平均每年大概4万多个旅客 会被美国的这些航空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登机 或者从飞机上赶下去 为什么呢两个原因 第一行业垄断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兼并重组 美国四大航空公司美联航、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和西南航空 已经垄断了美国航空市场80% 所以今天你在美国坐飞机 国内航线没有配餐 付钱好想挑好座位 然后呢机上航空要收费 这都已经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说白了爱做不做 You do what we say when we say And there won't be a problem Capiche? If we say you fly, you fly If not, tough 第二就是美国的航空公司将决定乘客去留的权利完全交给机组成员 在中国乘务员被叫等顾客是上帝又是蹲又是笑 但是在美国机组成员是飞机中的指挥官 然后就有了一惊一乍的美国空乘 经常一个不顺眼把你赶下飞机 咱们随便说说里面几个匪夷所思的例子 2018年6月达美航空一架飞机上 乘务员要求一位黑人女性乘客 将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并且一直在旁监督 黑人女性乘客就不耐烦了 表示知道自己怎么调 乘务员不要站在一边 然后举起手机给他看 说我已经调到飞行模式了 乘务员一下炸锚了 说如果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请你下去了 最后说到做到把他轰下去 还把帮着说情的劝架的都轰下去了 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不安全不舒服 再说去年一个事 2017年5月达美航空 一家四口结束度假回家 买了四张票 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结果空证居然要求母亲抱一个小孩 空出一个座位 给场外等候的乘客 家长当然是拒绝的 红颜航班 孩子睡不好会闹 你能忍得了熊孩子的 另外不坐在座位中也非常危险 空证索性把他们全家赶下飞机 父亲就问了 说我有两个小孩 我和我太太 这么晚了 我们没去处 没有其他航班 我们怎么办 睡机场吗 你猜空证怎么说 自己想办法 超级的 你们超级的 超级的 超级客服务 超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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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美联航方面居然说支持员工做法 还有个美国大陆航空前CEO 居然表示 机组成员很成熟 乘客的行为不成熟 所以这些不成熟的反应 这些不成熟的反应 我们全都 但是 每天在航空上有数千万人 这些不成熟 离开航空 这些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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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不要以为只是美国的航空公司这么奇葩 其实美国还有不少的奇葩乘客 所以也算是长期较量 好 2017年5月 在一架美联航 从中国上海飞往美国旧金山的飞机上 一名头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和老白男 拒绝让任何人 就在身边 僵持了大概三个小时 最后 金屋总只能将所有人请下飞机 并将此人交由中国警方处理 旅客们最后重新登机飞往美国 已经晚点三个小时 最后一个例子 就在前几天 这个月4号 达美航空 一个旅客突然开始说 要劫持飞机 碰巧当时飞机上有两个男乘客 一个是狱警 一个是海岸警卫队成员 两个人顺手配合机组成员 把他制服了 所以 这个美国天上的事就是一团乱仗 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 也是空乘和奇葩旅客 长期斗争的一个结果 很多人说 喜欢美国人友善 有人情味 但是到了天上 您还是老实点吧 就会在一起 就会发生了 也许可 在我们下来 这一个事 我们的信息 这是 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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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信息